元旦年假第一个晚上 花莲东大门夜市 入口出人潮满满满 还有游览车开到周边放民众下车 不只出口都是人进到里面 煤炭前面都排满大批游客 摊商忙的不可开交 木炭上玉米商家排成一列 及其帮忙转动 让温度平均受热 炭饭也没闲着 桌子上还有玉米在烤 炭饭继续穿玉米要等着烤 因为游客一直没有间断过 我准备一倍以上 回来啦 就有人气嘛 有人潮就有前潮 光是烤玉米平均都要等上一小时 不过游客还是很捧场继续排 人家前夕游客陆续涌入花莲 第一天夜市人潮更是暴增 我是从台北南下过来 开多久 开了大概五个小时左右 塞车塞得很严重啊 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多好几倍 那你在准备料的方面有多准备啊 有 因为那边有跨年嘛 所以我们这几天我们店家都会多准备料 尽管忙到不行 不过看到满满人潮 坛上都甘之如一 接下来假期还有两天时间 有客人数可望再攀升 坛房积极备备战 近新闻旅船民刘昆虎朝晚报导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